兰州铁路局恢复开行两对甘肃省内列车 兰州11月12日电 兰州铁路局12日发布消息称 根据甘肃省疫情防控形势变化 未满足省内旅客基本出行需求 该局将在严格弱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于11月12日 恢复开行两对朴素列车 具体开行情况和列车到发时间为 自11月12日起 恢复开行兰州至嘉育官Z6205 六次列车一对 兰州至嘉育官Z6205次 7点46分从兰州始发 15点20分抵达嘉育官 嘉育官至兰州Z6206次 15点55分从嘉育官始发 23点39分抵达兰州 自11月12日至11月30日 恢复开行兰州至五威Z6201 两次列车一对 兰州至五威Z6201次 6点12分从兰州始发 9点36分抵达五威 五威至兰州Z6202次 10点11分从五威始发 13点45分抵达兰州 疫情防控期间 兰州铁路局各车站单位 持续加大后车室 自动售炮机 检票炸机 列车车厢 卫生间等公共区域 以及楼梯扶手 电梯间 座椅等关键设施设备的消毒力度和频次 为旅客提供健康的出行环境 决入部门提示 列车开行时刻请旅客在铁路12306网站查询 或关注铁路车站公告 旅途中请做好个人防护 配合铁路部门落实车站防疫要求 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共同维护安全健康旅行环境